哎呦妈呀 哎呦妈呀 你要干啥呀 小明星呢 好呀妈呀 我的宿库 那宿库不好还是爸爸好吗 我宿你爸爸 爸爸不好呗 爸爸伤心了 娱乐圈内很多童星出道的小明星 他们在明星父母的帮助下 小小年纪便在娱乐圈内拥有很高的知名度 而在今年快速成长起来的小明星当中 贾乃亮里小鹿的掌上明珠甜心 恐怕是知名度最高的 也是最受网友欢迎的一位小童星了 小甜心出生于2012年10月23号 他一岁多的时候便跟随爸爸贾乃亮 参加了明星亲自互动真秀节目 爸爸回来了 那小时候的甜心可以说 完全没有遗传到爸爸妈妈的高颜值 不仅五官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 而且皮肤还黑悠悠的 看上去呢就像是一个假小子 因为妈妈李小鹿长得太漂亮了 而女儿却一点也不像妈妈 因此呢让不少的网友质疑 李小鹿是不是整过容 李小鹿在怀孕的时候听长辈说 多吃维生素柿子珍珠粉 就能够让宝宝变得白白怕胖的 没有想到小甜心出生以后 皮肤却很黑还皱巴巴的 贾乃亮觉得很纳闷 是不是孩子都这么黑 皮肤发紫 跟个紫鼠似的呀 长得跟哈尔滨小肚似的 一开始呢医生以为黄胆没有退 就让晒紫外线灯 结果晒了几天 天性越晒越黑 但有趣的是 经过前后几节的变化看下来 大家就会发现 小甜心颜值也非常的正点 长大后的颜值绝对不会低的 甜心作为滴滴道道的北京小妞 性格非常好气 人送外号星野 还经常在节目当中抠脚丫子呢 甚至还成为了网络上 一段时间的表情包 凭借她超出年年的气质 令人捧腹的搞笑金句 以及奶神奶气的东北话 从爸爸你歇会儿吧 到我们白着呢 给观众们带来了无尽的欢笑 很快便收获了一大批的阿姨粉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甜心的人气甚至远超 贾乃亮和李小洛 在节目当中 甜心跟贾乃亮之间的相爱相杀 也是让观众们哭笑不得 当小甜心拒绝吃饭的时候 奶爸为了让女儿好好吃饭 就会假装生气 结果小甜心居然说出 我不要爸爸了这样的话 不过乖巧的小甜心 一看到奶爸一脸伤心的模样 就会奶神奶气的安慰爸爸说 我在逗你玩呢 家乃亮也经常跟观众们分享和女儿之间的趣事 有一次在节目上 家乃亮就说了这样一件 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因为现在甜心已经非常注重自己的外表了 而且会叫爸爸给他买衣服 而贾乃亮呢 也是故作很凶的说 自己没有钱给他买衣服 而甜心听到以后的反应非常搞笑 他回怼奶爸说 你不是有奶粉钱吗 而贾乃亮听到这句话也表示 十分的无奈 连这都能够被女儿发现 扑特不说 这父女俩的互动真是太有趣了 前几天还是甜心的九岁生日 不少粉丝们都开始分封送上祝福 当天贾乃亮也是晒出了妇女的合照 并且配文写道 祝福我心目中的小公主大姐大生日快乐 可敬的快乐成长 言语之中透露着满满的父爱 画面中贾乃亮和甜心脸贴着脸 看来这妇女俩应该是许久未见了 所以庆生这一天才如此亲密吧 甜心笑得很开心 贾乃亮也是满脸的父爱 不少网友们都开始感叹 若是李小璐没有经历过夜宿门 贾乃亮没有与她离婚改多好 一家人和和妹妹的真的是令人惋惜 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